副总统赖兴得他登记参加民进党总统初选 这也引爆说有国民党焦虑 传说五月就会征召参选的新北市长侯友宜 今天又怎么回应呢 要请立正告诉大家 好 各位观众马上来关心 当民进党的总统初选 整个进程都已经慢慢步上轨道的时候 国民党这一头的状况似乎还是一团混乱 传出党内是非常的焦虑 这阵子呢还找了一位先前曾经精准预测 台湾总统大选发展的一位印度学者 印度大师来聊聊 那么这一位学者呢 他也跟台北市长蒋万安 还有新北市长侯友宜来碰面 传出他就预测说呢 国民党在下一回的总统大选是很有机会的 不过前提是要提名新北市长侯友宜 马上来听一下侯友宜如何回应 最重要的我是用做事的态度 国家以人民最大利益为最大的目标 以民为天就是我几十年不变的初心 所以我们用做事的态度来为民服务 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至于别人的一些想法都给予尊重 我相信每一个党都有他做事的节奏跟方式 我们都要尊重每一个人所扮演的角色 党友党的角色 他有做事的方法 我们都要给予尊重 好我们可以听到侯友宜他仍然是强调说呢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节奏 而至于前立委沈富雄 他是认为说呢 国民党如果要推出一个最强的组合的话 那就是侯卢沛 也就是侯友宜跟台中市长卢秀燕来搭党参选 甚至沈富雄还说这个样子的话就天下无敌了 侯友宜听到这样的说法 仍然是非常简单的回应 表示说谢谢大家他会继续努力 以上是现场最新状况 神镜头交换捧内 点燃热血棒球魂 棒球经典看东森